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,他们的目的都是治病救人,只是在这治病救人的基础上,他们所秉承的理念和方法,却是完全不同的,这也让我们的癌症患者断了难,到底您不应该去看中医,又该不该去看西医,什么时候该看中医,什么时候该看西医,这到底该如何选择呢?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,何时看中医,何时看西医,其实大有讲究,中西医结合疗效好,这句话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的,而事实也证明中西医和理的结合在一起,的确能够对癌症的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,但是很多的患者由于对中西医结合不太了解,或者不明确,最终于依然选择了单一的方法, 下面看癌卫视APP的杨医生,来为大家介绍一下,中西医抗癌到底该如何结合? 术前中医为主在手术之前,可以先用中医对身体进行调理,癌症手术对身体要求并不算低,所以必要的调理对手术肯定是有帮助的,尤其是对于一些已经采用了手术前化疗的患者, 中医的调理能够帮助你将身体尽快地达到手术标准,如果我们无法将身体调理到手术标准的话,那么很有可能会无法正常进行癌症的手术。 其实,癌症的手术前是极为重要的,它除了能够帮我们调理身体以外,也能够提前地对癌症进行一些干预,只是这一块往往会被患者及家属所忽略。 总有人认为在手术前没有必要对身体进行调理,或者是忽略了中医的,当然有的患者身体特别强壮的也可以放弃手术前的中医调理,只不过这种病人一般很少见,绝大多数病人到了术前都会出现身体较为弃弱和其他状况。 手术前的中医调理就显得尤为重要,手术中以西医为主就目前国内的水平来说,想要以最快的方式控制住癌症的癌变部位,还是以手术切除最为直接,所以手术中一般会选择以西医为主,进行手术切除癌变部分能够更为直接的作用与病变处。 术后中医为主,无论手术大小肯定是会伤到别人的元气的,尤其是向肿瘤的接触手术,病人必定是处于元气大伤的状态,所以在手术之后可以进行中医调理,先补元气,中医的药物调理或者是其他形式,能够有效的减轻手术后的病人不是症状,放化疗以西医为主中医为服,放疗和化疗必然是属于西医的, 但是放化疗的同时,也可以进行中医的辅助,不论是放疗还是化疗,除了能够直接作用于癌细胞控制癌症,也会对我们人体的正常细胞产生伤害,所以此时可以进行中医的辅助,一方面可以增加爆疗和化疗对癌症的效果,另一方面也能够减轻放化疗对正常细胞的伤害。 放化疗期间,病人通常会因为副作用而出现呕吐,脱发,早血功能被限制,白细胞急剧下降等症状,此时可以服用一些药性温和,毒性低的中药,首先是能够缓解放化疗带来的副作用和不适感, 再者,可以更快帮助患者,恢复白细胞水平和肝功能,以便两次放化疗之间不至于间隔太长时间。 康复期中医为主熬过了危险的手术,熬过了痛苦的放化疗,进入康复期,此时就可以以中医为主进行稳定了。 康复期要做好心理的干预,以一个积极阳光的心态面对康复,同时可以采用中医,更快的巩固身体状况,增强免疫力,以恋我们更快的恢复健康。 亲爱的患者朋友,如果你也在看啊,欢迎点击免费领取抗癌管家服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